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 外貿協會負責執行的 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日前參加二零一七年 菲律賓系統整合展活動 並設置臺灣精品館 將臺灣最新的電腦 以及資通訊高科技產品 向菲律賓的專業經銷商 和消費者推廣宣傳 以提升臺灣產品形象 增加臺灣品牌的市佔率 二零一七年菲律賓系統整合展 共有三百多家各國知名品牌參展 外貿協會負責執行的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也徵集二十個優越品牌 共七十一件臺灣精品參加展出 包括電競VR 智慧家庭 雲端及網通等 系統整合解決方案產品 多面呈現科技臺灣的優質形象 臺灣精品館入口處 更設有VR遊戲裝置 吸引各國買主前來體驗 今年臺灣精品一共集結了二十個品牌 一共七項的臺灣精品參加這個展出 各自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展出的都是最先進的電腦科技 雲端 スマートフォン以及電競VR等等 相信在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可以非常非常成功的拓展臺灣的精品 臺灣的產品形象 對於我們政府在南鄉市場拓展方面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動 菲律賓系統整合展至今已邁入第十五屆 為菲律賓歷史最久的系統整合展覽 近年隨著菲律賓經濟持續發展 該展成為菲律賓唯一且最重要的 B2B整合系統展覽會 館內展覽期間 多家臺灣廠商也舉辦展品發表會 吸引許多買主及民眾駐足聆聽 期盼提升菲律賓各界 對臺灣產品的好感 拓展臺灣精品新商機 臺灣宏觀電視王永鑫 菲律賓巴賽士採訪報導 好